其實我在聽我是唯一位在港台上的男性 我第一個的感覺就是 剛才黃碧雲也說得好 為什麼有一個女性的特首是完全不知道女性的需要 這個真是非而所思 我說過多次我們男性可能因為長期的教育 我們可能有時候真的想不到女性的觀點 為什麼她想不到呢 我真的不明白 你看看她今時今日怎樣對香港的婦女和愛容 好了很簡單 在社區裏面 窮的人很多都是因為沒有這個強積金 因為她沒有工作 她從香港養大一些人出來做事幫忙賣錢 這幫人最強 她沒有想的 全民體育保障她沒有想的 是不是 第二 婦女勞工的人工 是低於男人的人工 沒有人想的 不用立法的 第三 就是 在這個 疫情裏面 女性面對最大的問題 因為她們很多都是要去負擔抗疫的責任 好了 香港的女人慘 香港年老的女人慘 香港在做事的女人慘 因為她們有失業的威脅 有年老貧窮的威脅 做窮人難 做女人更加難 做窮的女人在疫情裏面更加難 有沒有想過 300億抗疫基金有沒有年老字 有沒有年老那兩個字 有沒有勞工那兩個字 有沒有女人那兩個字 完全沒有的 這個是什麼人 是不是有病 再說回 這個 對於外傭的問題 我一聽到就沒有 我都來了 你說 這個 這個 如果大量的外傭 在禮拜日出來 聚會會引起這個 社區 傳播的風險 喂 這個外傭 在家裡 長期留在一個 這麼封閉的場合裡 沒有社區 沒有社區爆發的風險 是不是沒有的 當然有 如果問你 在七天之內 是不准你出門口 你那個 社區爆發的爆發 爆發的風險 加零一 是完全沒有想過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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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如果有一個機械 能夠出來工作 他得到什麼 他得到什麼 剛才 有一位 說得對 沙士 剛好 一抗完疫 就說 喂 疫情之後 減外傭的人工 要省錢 這是什麼政府 我希望今次不要 不要再說這些廢話 因為你說得 叫人家不要出街 你就說得別的事情 真的不要搞這些事情 第二 這個外傭 是沒有最低工資的 大家都知道 那現在你沒有最高工資 那你抗疫基金那裡 用不用 給些錢出來幫人家的手 如果香港的照顧者 是要給補助的 那外傭 加班加點 暴治這個 這個 染病的危險 不用補助嗎 要的嘛 因為他們真的很機會 有很大機會 因為破爐 被感染的 有沒有想過 沒有 沒有強積金 沒有最低工資 沒有工時上限 是什麼人來的 所以 我覺得 我不想再說下去 因為 我覺得今天 我遇到一個其次 剛剛黃碧雲 跟我說 他們1989年 就去 三百五對戰 去這個 這個 這個 以前叫做總督 港督府 指揮 被警察 說要拘捕他們 拘捕 一群女人 1989年 今年是2020年 我早上去 你問 什麼 是 是 警察 站在我們面前 有一些 還是叫做 我告訴大家 叫做 入警署 特務警察 入警署 不是要來 去 防疫的嗎 是要來防我們 入警署 不是去防疫的嗎 我們香港 怕病毒傳入 特務警察 和警察 都什麼都做的 隔壁營有他們的品 這裡 防衛都有他們的品 這一個圈 大家 Let's dance Thank you everyone